2025年告别核电 太阳能、风力要达到发电量的20% 种种困难要如何克服 公民自主发电能否成为趋势 目前台湾的绿电90%以上都是卖给台电 但卖电一方面会受到溃限容量的限制 另一方面输送的过程也会造成损耗 屏东环蒙理事长洪辉祥认为 绿电最好是自发自用 他所创立的彩虹餐厅 就是少数发电自用 不卖给台电的特例 所以我们当初在把这个旧建筑 接下来准备改装 就希望它成为一个能源自主的绿建筑 那因此我们用太阳能板 那太阳能板我们的特性还跟一般的不一样 我们是即发即用 彩虹餐厅是营业用电采时间电价 太阳光电正好可以替代电价较高的尖峰时段 所以我们算是在一般的用电户里面 我们是用电的高用电户 全部的电都是营业用电 那营业用电一度其实是五块多 那因此我替代的也是高的电价 洪辉祥认为台湾绿电的走向 目前还是以大型集中式的规划为主 这样的发展跟一般人脱节 那个大面积的什么余温 水库 找大面积的来盖 那个谁能盖呢 那只有资本家能盖 如果卖店的人都是财团 那非卖店的都不是财团 那变成我们就是节贫继富 传统大型的电力设施 只有政府或者大财团能够投资经营 但是再生能源的特性 改变了传统的电力结构 电力不再是垄断事业 人人都可以是发电厂 这样的想法在台湾正在逐步地实现 在屋里反正也是险制 这个水泥它制造它也是会老化 那如果我有装太阳能板在上面的话 那这个能源可以来做 就是作为我们可以利用的再生能源 那而且我的屋顶又可以减缓老化 这一举两者的事情 长期投入绿建筑与能源教育的伟人证 决定从自己开始推动能源转型 2014年它成立了台湾第一个公民电厂 我们成立了一千瓦 公民电厂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让大家知道 你也可以不只是能源的消费者 同时你也可以是能源的生产者 有钱的出钱做股东 有屋顶的出屋顶做房东 每个人可以依照自己的能力 加入公民电厂 借由发电串联起公民的力量 发电其实很简单 大家以为很高深很难 是不是 那我们想去传达这个 每个人都可以做 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发电 我也可以尽力尽我的力量 那这个是要让人家感动到这个东西 而不是袖所皇冠交给大企业去处理 交给大政府 大友的政府去处理 那这样的话 其实公民不会进步的 能源转型不只是把核电厂 或燃煤电厂替代成再生能源 而是每个公民都意识到自己作为能源使用者的该尽的责任 另一方面 绿电不该只是成为财团盈利的工具 因此公民电厂不是以卖电盈利为目的 而是让绿电的收入回馈到社区 促进社会的公平发展 公民电厂在台湾还处于起步的阶段 其实在许多国家 公民电厂已经是再生能源发展的主力 以德国为例 能源转型之所以能顺利推动 主因在于人民的高度参与 47%的再生能源 是由公民及公民团体投资设立 上千个绿能合作社分散在全国各地 交流产的原来 我们嘗試为能源 èces新生物的新生物 新的新鲜能资源 到人民共产党 所以现在我们有数千共产党 现在在静谈 实现实点是 很多城市和大型的公安 他们不是由大全lı食物 他们自身的邺盈利 而这 also not only是最大的 也會增加了能力的認同性 日本在311核災之前 電力掌握在9家電力公司的手中 但是2016年電力自由化之後 全國出現了300多家新的電力公司 在福島縣的洗奪方式 原本經營酒窖的佐藤尼右衛門 在福島核災之後 在自家附近的山坡上架設起太陽能板 和核災的經驗讓佐藤尼右衛門體認 電力不應該是壟斷的資源 他召集許多方式的個人 企業 銀行 地方自治單位 一起來經營電力公司 在福島縁電力公司 在福島之外 日本各地許多的農村也開始思考 什麼是適合自己的發電方式 石澀白是日本祈福縣一個沒落的山村 近幾十年來農田廢耕 人口外流嚴重 十年前 石澀白的軍民為了找尋出路 決定以豐沛的水利資源 來作為農村復興的起點 常常的個人的 農業水是最適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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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想要利用這個 我只想要利用這個 很快的故事 我真是很興奮的 如果使用這個 不同的成分 變成 ещё的栽埃ologie 是最最最適合的 為了確保發電和農村再生 可以緊密的連結 居民成立小組 討論了半年的時間 才确定要以合作社的方式来成立发电厂 由居民共同出自建立的翻厂清流发电厂 在2016年的6月启用 一年的发电量达到71万度 足以提供全村的用电 由于日本对小水利发电的收购价 每度高达34块日元 所以居民决定将所有的电力都卖给电力公司 卖电的所得就用来复耕荒废的农地 そういうところを賄ってもらえるということによって 実際にこのたくさんの面積の不使用農地を まず再生して維持していくことに加えて ここで作った農産物の販売をやっていって その販売役で農業自体がちゃんと成形を立てる手段として 成立立っていくんだっていう形を作っていける 最初の取っ掛かりになるって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います 小水利发電替石撤白带来的收入 也創造了就业机会 人口再度的回流到石撤白 水をそのまま利用してるんで ゴミが詰まったりとか そういう日常的な保全作業みたいなのがやっぱり必要なので あんまりないと思いますね あの規模であれば 逆にやっぱり発電所ができた一つの意義としては ここで仕事ができたってことですよね そこで自分も少し仕事をいただいてますけど そういう形でここで生活ができるってことですからね 仕事があるってことは 对居民来说 小水利不只是発電廠 也是農村活化的重要基础 每个地方都从自己的特色出发 寻找适合发展的资源 或许才是再生能源发展最好的方式 グローバルでエネルギーや信源の問題を解決していくというのは なかなか難しいことかもしれないですけれども 地域地域で解決していくという方法はある 台湾の農村跟日本一样 有完整而綿密的水準 豐沛的水利是随手可得的资源 但却没有被妥善的運用 地域地域で解決していくという方法は 很豐沛 那我们常常看到水就这么流掉 常常有人问我们说 我们的水能够干什么 大家就讲灌溉 要不然就是玩水 好像就没有其他用途 透过这个小水利发电的基础的比赛 也让社区或者是全国的朋友看到 真的可以发电 再来就是我们也激发了年轻人的创力 为了让绿能的教育往下扎根 花莲南华社区与环保团体合作 举办全国大专与高中生 小水利发电竞赛 大专生 高中生 纷纷地发挥创意 用宝特瓶 脚踏车轮框等回收材料 动手组合成各式各样的水车发电机 用了两种材料 一种是驴板 然后另外一种是用宝特瓶滩 后面它有贴垫幕 这些其实全部都是回收材 因为回来就重新喷漆 然后把秀的地方磨掉之类的 然后主要只有花驴板的钱 所以这一台总共做起来大概不到1400 整个能源转型的过程 它有一个关键的议题是 民众要能够参与 那透过这样子的那个 社区投票的区位的竞赛 让居民也知道说 其实在这个村子 他们常常看的水峻 好像没什么经济价值 但是其实是有这个潜力的 虽然发出来的电量不大 但不论是学生或者是居民 在自己动手做的过程当中 对能源这件事又有了新的体会 其实我们今天来这里 就是发现这个水流的速度 其实比我们预想的还高很多 所以我们发现说 其实台湾有很多 就是未开发的能源可以利用 就像是这个水峻 它的这样的水流都可以拿来发电了 所以有那么多水峻 所以我们潜在的 可以使用的能源真的很多 结合我们在地的 像也许廉池的水粒运用 或者是说可以再应用其他的 农历方面的东西 我觉得应该是有很大的帮助 小水粒也是再生能源发展的目标之一 政府预计在2025年 水粒发电要再增加71MW 台电正在着手普查既有的水粒设施 筛选适合开发的地点 因为我们现在的小水粒 最主要就是除了 除了现有灌溉渠道以外 最主要就是利用 刚才提的现有的水库设施 现有的水粒发电厂 还有现有的灌溉渠道 这样的话可以节省很多成本 那目前我们列为开发的 目前大概三年到四年内 会完成的有23个 总装置容量加起来 大概三万多千瓦 当然在农村光电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但前提是 政府必须定出明确的游戏规则 定出合理的透光率 把光电板的密度降低 在光电棚架下 创造一个真正适合作物生长的环境 因为我们在一开始设计 开放人板的遮蔽率跟光照度 会把它取在比较不用强光的 也不是属于那种全部耐阴型的植物 那当你把中间只取在遮光率50% 或是光照有五六十%以上的时候 其实作物的种类选择就很多 欧敏捷拥有自更农的身份 几年前决定将光电与农业结合 设计大面积的光电农棚 再承租给农民 这是我的招牌 是芝麻叶 你吃看看 这样就可以吃了 没有 这是我的招牌 那我种的就是像一般西式的 像芝麻叶啦 一些西式的香料 那其他的一些苗菜 都是现在目前义士法式的餐厅在用的 琉璃巨花 这是西瓜小岩瓜 那原本我是也是像一般的温食 那种起来之后觉得一些品质都是会跑掉 那觉得日照的 日照的关系太大 然后变成说我一定要找一个有遮蔽物的地方 以这个环境来讲是最符合我 因为这个地方是算有七阴三凉 可以让我们的微生物变得比较很容易繁殖 在这个光棚底下来种这个农业 它就有这样的好处是说 它可以有一个多样的环境的这样一个供给 你它塑造另外一种不同于周边的一种环境生态 那这样它就可以增加更多的 其他的这个作物的生产的可能性 屏东农民林德泉在光电板下种火龙果和芋头 这个好漂亮哦 我这些没落到什么花球的核子 都没落到什么花球的核子 它就很发展得这么大 因为环境就适合你 我们的核子是比别人大大概这么多 林德泉在十年前返乡武农 他发现想要找一块适合又可以稳定食用的农地 其实并不容易 业者建置好的光电农棚 提供他一个相对安稳的环境 他不会变动 因为他这样也不会变动 他不可能把太阳人帮忙 所以我们一座就是20年 稳定的20年 土地不会再变 只是你寻找适合作物 很多的青年农民想要回乡去 可是它会放在一个第一个问题是资金 因为农业是一个大投资 可是如果说你看可以结合光电业者 上面可以有这个光电 那他有一个设施的投入了 那他来做底下的这个农座上面的耕种 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种结合方式 未来农地上要设光电设施 地方政府除了订出规范 严格稽查 也必须整合各种专业 农业结合光电才会有正向的发展 台湾拥有丰富而多元的再生能源 每个区域都可以依照区域的特性 找出适合地方发展的方向 养鸡场 养猪场 可以结合早期发电 把温室气体转化为电力 花店里 这个很烫 这个热气我们再把它排出去 然后这中间我们有 这个堆回是我们再把它加热 把那个堆回干燥 就是再把它利用一点热乱 一般来说我们这个甲碗 它的温室气体的潜能 大概是二氧化碳大概25倍 那二氧化碳可以透过植物的形光和作用 把它固定下来 那甲碗只能透过燃烧 氧化的方式把它变成二氧化碳跟水 这一方面才能达到这个降低 温室气体的一个效果出来 透过这个早期发电的话 大概每一头猪 每一年大概可以减少 大概一公吨的二氧化碳当量下来 在东台湾 从地底不断冒出的蒸汽 是发电最稳定的来源 宜兰清水的小型地热示范机组 已经在2013年成功地运转 我们发电出来的电力是提供到整个地热公园使用 清水地热这个公园成为第一个绿能地热公园 所有的电力都是由这边提供 民间的地热业者也已经通过环平 计划在宜兰利泽建造10MW的地热电厂 那我们利泽这边是流球海潮的裂口的地方 所以这边的环境是非常好的一个环境 靠近龟山岛的热源 因为热源就从海边这样过来 所以包括这里的热源 基本上也是从 整个是从海上过来的 那从我们那个水泥旁边出来 那个地方的温度将近在200度 压力呢 目前我在运转的压力是在6公斤左右 然后进到我们这个全流式发电机的这个温度 大概已经在160度 稍微有点下降 地热喷出来 喷了之后带动这个绿能液电旋转 那台湾集团气候慢慢的非常严重 密度越来越高 那第六电厂它是一个被载的电力 然后它可以在各部落或是各区间 它是可以进行小型很稳定的一个积载的电力的一个供应 所以分散式电业在成本上 技术上面对台湾都是非常可惜的 太阳能 风力 水力 沼气 地热 如果每个区域都因地制宜 去发展适合的再生能源 不但可以拉高再生能源的比例 也可以提高整体的供电安全 我们要从一个集中性的大的电厂转化为成 分散型多元型的 那事实上你从一个国家能源安全角度来讲 分散多元还有你的网路的扩散 安全的话能源才安全 你的网路是只是集中的 大型的还能被攻击 有了区域性的特色的时候 即使再生能源就印证它是一个能源 也比较适合这种所谓的分散式的发电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电网的建构 所以我想我们会充分运用台湾特有 台湾这个特有掌握到老天爷给我们的资源 慎重介绍 崭新的台湾阿店出场了 哇 多美妙啊 阿店终于偷胎换骨 迈向自己的第二人生 能源转型意味着未来的能源 将从集中 垄断 走向分散和民主 不论是一人一千瓦的公民电厂 与光电结合的新农业 夏威夷产电自用的住宅 或是在日本因为小水利而活化的农村 这些不只是电力结构的改变 也牵动着产业甚至社会的转变 在这条转型之路上 社区或公民有更多的参与 才能创造更永续 更公平的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